不能承認動態清零失敗 它的極端政策極左政策失敗 但它說成是到了某個日期就是實現清零 要慶祝勝利 但上海人民都知道又回到了原點 從4月21號開始 它不好一不回到原點 逐漸回到原點 就是跟病毒共存 你沒有辦法清 你所公佈的那一數字 把人家人拉到隔離點 拉到浙江省 那個就是一個表面上的拉 但是上海人民展現了前所謂的不合作 甚至拒絕 甚至抵制 這跟西安 武漢和其他地方呈現了完全不同的情況 所以習近平兵敗上海 敗在上海 敗在上海人手下 這是今年他遭受的第二大敗 即烏克蘭押堵錯了之後 有上海押錯了 所以到4月20號定這個所謂清零日期為止 習近平敗了 我們看到大概上海最新的死亡的數字是8人 破空兄 您剛剛特別提到了說 他雖然宣布了要社會面清零 的確在4月20號有些動作發生 可是您剛剛強調 這個動作顯然是證明它是失敗的 好 我想請教 如果習近平或者是中共其他相關當局的 這個清零的做法是失敗的 連上海會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病毒還在那個地方 他講這個數字沒有人相信 但是上海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實際的狀況 破空兄 實際狀況本來這個Omicron 就是我滅共這個病毒 又叫歐美克蘭 歐美克共 本身就可以自己上去 自己下來 自己擴展 自己消失 這是國際上各個國家都得出一個經驗 不需要你幹什麼 就當流感當感冒 該戴口罩戴口罩 該距離距離 該治療 治療 就這麼回事 你不需要封城 所以這是一個 第二個 就算是前段時間上海的一個做法 說重點區域精準防控 他也可以解決 但是現在習近平搞的是什麼 極端封城 極端封鎖 就是病態清零 變態清零 政治清零或者極端清零 搞了之後多持一舉 但是這個病毒過之後 他又會宣稱他勝利 為他光榮正確 他會宣稱他勝利 他公佈的實際上十個死亡病例 前面公佈了三個 後面公佈了七個 總共十個 公佈十個死亡病例 是為了賭悠悠之口 表示封城有意義 本來說一個都沒死 一個重症 一個都沒死 但是公佈了十起之後發現 按美國的算法 不是中國的算法 美國算法叫做重複算法 就是你得基礎病 你得糖尿病 你得癌症 你是老年人 90多歲 你死了 跟新冠有關 全給算上 所以美國的數字很大 但中共的算法本來是單一算法 就直接死於新冠 他才算 否則不算 按照過去武漢西安的算法 這個一個都沒死 這十個人不算 但中共為了賭天下悠悠之口 為了賭住上海市民口 假裝突然按美國的算法 算了十單死亡出來 其實毫無意義 因為這次的死亡不在新冠 新冠按中共算法一個沒死 死亡的大量的在 它的極端措施 極端放過措施導致病死 跳樓死 自殺 沒藥死 每天七千多台手術停擺 每天幾十萬的上海的急診停擺之後 造成了大量死亡 這才是真正的死亡 是比疫情更深重的人為在內 實際上不折不扣的人禍 習近平也一樣啊 你都幹了九年了 你本來上海是搞的最好的一個城市 人家精準防控 人家跟病毒共存 他呢 因為小學還差一個月沒畢業 他不知道這個基本概念 你想想 你不是死的 中國最不準的數字就是死亡率 這是我們人民大學講這個社會統計學的一個教科書的編寫者 頭號專家 我就問過他 我說中國的每年都有統年建 我就問過他 我說各種數字裡最不準的是什麼 他幹什麼 死亡 原來我們還以為是出生的 不是 死亡最不準 所以說他說他清零 他說他沒死 他說沒死就沒死 叫做高指標壓住了假數字 你不是大學軍 說你母弟打多少斤 他就能給你打幾萬斤 假數字呢 就是一個就是 所以說你不能說他勝利還是失敗 勝利還是失敗 還是有理性的詞 他瘋了 他折腾 你說折腾叫勝利還是失敗 折腾就是翻臉虎去 顛攤倒色 顛攤倒色不就是瘋了嗎 瘋了點點嘛 所以不能用理性來分析他們 你不是像普京這個行為 他就是非理性 完全就是非理性 習近平清零這件事 什麼叫清零 他不失數 他不失字 他不失數 雙不失 你不是給你舉個例子 前幾年在杭州20國會議的時候 習近平說 我們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達到了8000萬美元 8000美金就了不多了 差10倍 我們就說已經離譜了 他差1萬倍 8000美金 他說8000萬美金 你就可以明白他不失數 你還可以說他勝利失敗 勝利失敗還是有理性的 他永遠就勝利 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 用中國的老話就是 搗亂失敗 再搗亂 再失敗 知之滅亡 用中國的一句話叫 帶著花給他腦袋去見上帝 我跟你說 花給他腦袋 他會思考嗎 所以你說他勝利還失敗 高看了他了